我們看一下設定喔 哈瑟有一個點叫P點 P點坐標四起 5 3 6 行不行 哈瑟有一個點叫Q點 有PQ兩個點 屏幕又告訴我向來A又告訴我向來B 向來PQ等於幾 三倍向來A減掉兩倍向來B 求Q點坐標怎麼算 來 重點是要求Q點坐標 所以說我馬上假設Q點坐標四起 SY 這樣行不行 好 屏幕告訴我這個條件 什麼條件 他說向量PQ 快等於幾 三倍向來A減掉兩倍向來B 這樣行不行 所以按照這句話 首先第一件事情 把向量PQ算出來行不行 怎麼算 這沒有P點有 有沒有Q點有 所以向量PQ是幾 把Q減P 好不好 把A可以減掉-3 A可以加3 把Y減幾 6 這樣行不行 等於三倍的向量A四起 2-1 帶進來 減掉兩倍的向量B四起 1 3 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 然後老師參加一句話 數學有一句什麼話 先乘除 後加減 然後萬一把這邊乘除 算出來行不行 所以說寫出來自己 A加3 Y減6 行不行 把這乘進去 6-3 -6 2 6 這樣行不行 再把這邊合併 所以說這邊A加3 Y減6不動 把這邊合併 先看A軸的地方 6-2四起 4 再看Y軸的地方 -3-6四起 -9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寫到這邊 老師可以知道 那這個A加3會等於幾 4 OK 可不可以 再看Y部分 Y減6 會等於幾 -9 所以推的老師可以知道 S1 Y17-3 這樣行不行 行齁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咱們Q點座標 A軸41 Y軸47 -3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謝謝 -3 -4 -5 -5